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欧洲长大的邱黄当然不是因为开过餐厅就被研览到Discovery集团 而是因为他之前在大陆京东集团提案并创立了全球购 新创产业加上电商的运营经验才让他有能力大胆跨入正在激烈变化的频道集团 它在整个我管辖的地方大中华区跟韩国 它其实在历史上并不能算作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意 但我能够看到它的potential 它可以有这个机会把它成长到一个非常大的生意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从整个媒体产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个人的判断是它在整个数位化的这个发展 其实比电商是比VTEL这个行业是大概慢了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呢如果我在e-commerce之前的这段时间 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replicate 把这个经验带到这个媒体行业里面来 然后帮助这个媒体行业转型到一个全数位的一个阶段 电视频道间的收视率竞争 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开始有了不同的样貌 如何扩大载具争取观众成为秋黄的重点战略之一 大陆它在近几十年才有一个飞速的发展 那之前它很多东西都是空白 其实大的这个超市或者说像7-11这种convenient store 其实在大陆之前的这个时间里面它很少出现 但是当这个电商从这个九十年代末 两千年初一进来的时候 它不需要来替代原来的这些产业 它直接就占领了这块这个VTEL的这个市场 那其实从这个视频流媒体的角度来看也很类似 大陆的这个叫Cable Business 像我们台湾和美国欧洲 绝大多数用的这个服务 在大陆其实是比较落后的 那当互联网一进来提供到这么好的一个用户体验的时候 无论是在大屏的这个TV前面还是说小屏的这个Mobile Phone上面 那民众很容易接受 因为它不需要经过一个习惯的改变 然后它可以很快地进入这个互联网这个行业里面去 秋黄身兼大中华区和韩国分公司总经理 他分析台湾市场虽然不大 但对于创新的活动接受度却很高 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台湾一直有举办 之前举办一个线下的一个活动 叫做这个TLC野餐 野餐日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这个媒体角度 内容制造者的这个角度来逐渐地改变民众的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 然后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现在正准备把它那个复制到大陆 还有香港韩国这些区域里面去 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提高观众对我们频道的喜好度 还有提高观众对我们那个频道的粘性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以直播形态带观众直击挖掘古墓的过程 这是Discovery的新尝试 也是秋黄强调的 与其比别人好 不如跟别人不同 36岁的秋黄正在利用他的创意与数位经验 抢占15亿人口的市场 这场战役可能比节目内容还要精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